陈怡荣欢庆39岁生日! 田收审秘男子礼物 陈怡荣浪漫过生日! 途径赖影视提供2010803.15 叶田伦导演最新立作《双城故事》 日前带著陈怡荣、黄百军等主要演员前往美国旧金山拍摄 由于本月13日是陈怡荣39岁生日,剧组利用长颈布置白蜡烛,送上蛋糕与花惊喜地帮陈怡荣庆生 陈怡荣感动之乎,以为大家忘记了,会尽尽地在感戏中度过,不会帮我庆生了,觉得很感动 工作人员还打去叫他台湾尼克基曼,只因先前美国女星尼克基曼曾在该地拍过电影 问及老公有无提前送生日礼物? 陈怡荣打去说,拍戏期间都是单身 贴心的黄百军还是先与助理打听,陈怡荣喜欢拿一款酒,并在他生日当天,送上亲自挑选的红酒与亲手写的卡片,祝陈怡荣生日快乐 陈怡荣过生日,途经赖影视提供,20101803.15 陈怡荣打去笑说,黄百军送上礼物后的这两天,三不五时就问他喝了梅,甚至还提醒他,记得要找他一起供应,让陈怡荣生日快乐 陈怡荣没好气地笑说,这不是我的礼物吗?令陈怡荣透露,更有一位神秘男子,送上一瓶以他剧中名字念念为名的红酒,让他惊喜万分,但他仅透露这位神秘男子的英文名字是Nelson 黄百军贴心送上红酒,庆祝陈怡荣过生日 途经赖影视提供,20101803.1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